这个老百姓支持起到什么作用呢 第一点 给他们吃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那些外国人去那 就是说经常人家以为我们是日本人来了 兼必清野 马上粮食就没了 可是一听说是八路军 你就把粮食拿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有了粮食以后 你才能打仗才有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老百姓提供情报 他有大量的群众组织 儿童团 妇女队 民兵 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日本人 他虽然武器是很强的 但是他来出击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通报 让他们铺个空 在他没有准备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打炮楼的时候 情报来了 利用地形熟悉 利用老百姓的支持 给他们打一个歼灭战 这个情报工作是太重要 第三点呢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提供了后备军 那些民兵呢 在不拖产 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 能得到一些战斗训练 军事训练 而且他们参军的目的是为什么 保护了自己的家乡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这些东西就感动了这些 像卢登啊 卡尔逊啊 高林这样的人 他说这一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 就是能看到 就是大家万众一心 连他们自己也受到感染 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这段历史呢 对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要把这段历史 弄清楚的主要原因之一